我是外婆带大的 我母亲买的 三是两厅 三个房间 我跟我弟住一个房间 我舅舅 两个舅舅一人一个房间 两个舅舅都住在那 对 等于那个小房子里有四家人 我刚开始 第一件事恨我舅舅 是因为我在小学 我这个人从来不偷偷摸摸 他居然喝醉酒的那天 他醒来说我偷了他的钱 骂了我一顿 打了我一顿 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喝醉了酒 可能没受控 问题是他醒了之后 都赖我 自问我 一次也是这样 两次也是这样 都会小偷小摸 那这些事情 当妈妈回来的时候 你会跟他讲吗 讲了 他站在我舅舅那边 他说是你舅舅啊 那肯定是你乖了 他说以后要乖乖的 不要惹事啊 听话呀 其他都对策都没有 就是要顺着 而且我在学校里 欺负啊之类的都 没能过 我说是你舅舅啊之类的都没关系